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杰哥 所以今天我们测试就是有关这个 OnePlus 10P的主射镜头进行视频拍摄 在感光元件方面 IMS 766 with OIS光学方法 虽然是说有这个OIS镜子啦 但是在刚刚我们测试下来呢 就感觉它的感光啊 就是一时亮时暗 然后它的变动幅度呢 是没有那种渐变 而是直接看去是没有那么的流畅 感觉是这样子啦 然后等下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用这台相机呢 去进行拍摄 拍照跟拍尾围 今天有尾围啊 你们今天真的是 那个叫什么 转到 转到 真的是转到的 有看到就转到的 好 两边啊 就录着后面啊 对同步拍摄 还不错啊 多视频 其实你穿这样子比较出色耶 你跟背景那个就好像背景是假的 抓的颜色很小 你再说啊 假吗 OnePlus 10T的拍摄模式其实非常限制哦 才几个而已 包括它的filter也是如此 一点点而已 没有所谓的color project 就非常的简单 再来它的感光元件 虽然说是有光学方斗 不过在感光的确是蛮差的 你要很快的去对焦 去锁定你要拍摄的目标 来保持它整体的画质 再加上它是没有长焦镜头 zoom in 方面最高是支持 不过好在就是它有自带11色生态链 11色屏幕有11色的拍摄调效 当你开启这个模式的时候 能够是别的颜色更多 同时更加的鲜艳 在它拍摄方面 主摄是搭载了50MP 开启超高清模式下 再配合它11色调效 调出来的照片啊 哎不错哦 跟它视频就有差别哦 视频我是觉得 不不通通通过它的演算出来的画质 还是有点偏红啊 so这个就因人而异啊 拍照方面我就觉得好棒棒的说 颜色识别准确 调效美丽再加点磨皮美颜的效果 整体看去就是非常的sexy plus beautiful 而且在它顺拍方面移动的状态下 开启人像模式进行拍摄 还可以抓得如此准确 人像跟背景分隔分明 而且是非常的准确哦 如果你拍到不准的话呢 太多几张 那么在它的硬件配置又如何 首先在屏幕方面 它是搭载了6.7寸 Fluid AMOLED Screen 11色 120Hz的高刷 跟最高720高峰触控采样 如果是Default的话呢 是360的触控采样 再来它还有一个in-screen Fingerprint 解锁方面快精准的同时呢 给你一个非常逼真的色彩视觉盛艳 由于这一款是OnePlus 10T国际版 UI是搭载Oxygen OS 我之前也有测试 OnePlus 8 Pro 中国版是用作Color OS 那么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那个稍后会跟你们说 但是我们先说它的界面 你来到界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OnePlus的Apps 在它的界面从左上方滑下来呢 这些是它的PowerGadget 另外一边呢 就是它的Control Panel 在这里的Function 跟Color OS有一点差别哦 Color OS比较more for Oppo的Apps 都可以使用 可能说Oppo的投屏技术 Multi-Link Connection这些 也没有OnePlus Share 它就有Nearby Share Color OS的话 它就有Oppo Share 一丁点的差别啊 在屏幕的四倍调效 你要Image看起来更Sharp Video Color Adhanced 从SDR to HDR Bright HDR Video Mode 这些都有 同时也配备了双扬声器配置 追据看戏 的确是可以给你绝佳的视觉盛宴 在处理器 它是配备了骁龙8 Plus Gem 1 最高跑分为83万 Compat with Ace Pro 就差很远了 相差差不多整整十多万分 不晓得为什么啦 I think 最大的原因 应该就是 UI的调试 还是说 来到大马 它是削减版 它GPU跑分最高42万分 3DMark压力侦测箱 最高跑分2700 2500 稳定性90% CPU分数最高分1万分 最低9200 稳定性88% Compat with 同样是骁龙8 Plus Gem 1的手机 它的表现算是蛮出色 至少是跑得到 因为之前有跑过 X2 T Pro 那个是直接overheat 三退 单核跑分为1000多和3300 在游戏的优化也非常的棒 对于中国游戏或国际版 它的优化都非常到位 分别测试了四款游戏 王者和平 英雄联盟 BugG 这些手游都能开启最高帧率配置 比如说和平跟BugG 它可以开启6个90帧设置 LOL跟王者可以开启120帧高帧率设置 虽然说它是Oxygen OS 但是还带有Game Booster 你是可以在里面呢 一键调整它的性能模式 Pro Gamer 还是调整它的触屏触控采样 这些都能进行调试 如果印象没错的话 应该跟OPPO的Color OS Game Booster 是同一个Pattern的 在游戏表现我们先说王者荣耀 玩了将近一小时的时间 没有开启Pro Gamer模式下 它的帧率最低 跌到37 在一些状态下 它的调整是算蛮严重 但一开启Pro Gamer Mode 它的稳定性呢 平均都在110-120帧上下 它的表现呢 的确是有跨越性的提升 在原生的表现也是如此 它的帧率呢 平均都维持在55-60fps左右 由于它的性能输出是非常给力的 同时温度也会随着提高 一家也针对这一个问题呢 添加了冰脉散热 它的控温表现非常好 完原神将近一小时多的时间 它的最高温度也才42-43度 我还有看到一些博主哦 真的是非常辛苦哦 它竟然是在户外 环境温度高达35度的情况下去测试 玩到整身汗那一种 它的温度最高也去到48度 摸起来虽然是感觉到烫手 但是它还是可以保持它输出的能力 在续航能力呢 它里面是配备了4800 平均耗油量 否和平这一类型的游戏呢 开启高增率模式下 平均一小时时间差不多15-16% 这样最多只能维持个5个小时 如果是原神的话呢 它最多只能维持个3小时半 搭配高增率模式下能有如此的续航能力 个人觉得算是蛮给力 同时它还给你150W的闪充 0-100充电呢 不需15分钟又能再度满血复活 一家10T的充电功率的确是非常给力 但是用它的插头 为其他手机供电的话 可能就没那么理想啊 因为它的插头支持的协议是非常的少 所以想和你们分享有关 Ugreen PD65W高功率充电器 拥有双Type-C 双USB 适用于大部分的手机和电脑 更仔细一点 你可以参考以下列表 大牌子的手机如iPhone三星 大部分都能支持 如果你是想知道你手机有没有支持 你也可以参考你自己的充电器协议 再和这个Ugreen充电器的充电功率参数对比一下 只要对得上你手机就能支持 这款充电器设计偏长 再加上你的Cable又再度延伸 同时能为你所有设备供电 这充电器还配有三枚芯片 分别是PWM同步整流协议 智能识别手机充电状态 能够高效充电 保持稳定输出 识别协议自动分配充电功率 让你用得放心 加上双11即将来临 原本价格160 秒杀价格130而已哦 领取Woucher购买的话还能享有更多优惠 至于在它设计 我是没有太多Command 我是觉得蛮漂亮的 它有一点像那个Findex 5 Pro 采用一体式的陶瓷工艺 摸起来是特别顺滑 而且在设计自从E加10推出以后 就采用这一类型的设计 非常有自己的风格 一看就知道用处是OnePlus的手机 就查它已经取消掉了一键进入静音模式的按键 听官方说取消这个按键是为了可以加更多更好的硬件进去 同时又可以降低成本 我是看不到它的成本有降低啦 因为在它卖价16256的配置在大马的落地价呢 就3199 我觉得算是很高一下了哈 可是国际版嘛 用的安心 本地的保家 Oxygen OS 对于一些一家的用户来说 Oxygen OS is the best 转去Color OS就失去了它越右的味道 可是我要说 无论是Oxygen OS或Color OS 它们两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跟长处 这个就根据用户自己的习惯 而去购买你心仪的手机 再来我要补充一点 由于它是搭载16GB大运存空间 当你切换应用的时候 它是特别的流畅 而且一些应用程序 假如你看新闻 看一些报道的时候 它是随时standby在后台 一按进去呢就可以开始游览 不例外的Oxygen OS 它里面也拥有了RAM expansion 最高可以增加7GB RAM 从通过刚刚以期历的测试呢 无论是稳定性感光呢 像抠图这方面表现呢 其实这个OnePlus 10D表现都非常优越 尤其是它是搭载机械处理器 没有那么的达标 但有美女的加持下 整个看起来就是特别漂亮 有没有 赏心愿不顾对 如果你对这台手机非常感兴趣 当然你也可以到Bujo Gaget 而客服了解更多详细 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先我就是那个油画不能好说 Mr.J格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